音樂課終於不用在隔空大合唱 台北市小朋友只要6月3號前 挨過了這一針 就可以離開平板 回去教室找黑板 在6月3號之前 把我們的高中 國中小學到幼稚園 該打疫苗全部都打過一輪 打完疫苗 安心上學去 臺北市長柯文哲 在確診隔離的最後一天自拍影片 介紹他隔離閉關的房間 除了捲成一團亂的棉被 還有一個小小的書房 處理公務 儘管人在隔離 和外面的世界沒有距離 對藝人郭彥均在臉書 貼出這麼多孩子 就這樣走了 惹來政府就責查辦 柯文哲也不沉默 沒有聲音並不表示說事實不存在 事實上會看到很多家長會貿易排隊 甚至說跨縣市在排隊 就表示家長還是有焦慮 所以就能夠同理心老百姓的焦慮 爸媽親愛的孩子 失去一個就是多 希望平安長大的孩子 一個也不能少 華視新聞黃敏慧方啟年 台北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 還有請問一下 感谢观看